三天水燉土鸡湯 演習了光是煲湯的方式 日不開胃 中國人對湯的愛好是非常廣泛的 無湯肯定是不能成熄的 我們的土鸡采用高山的原生台土鸡 真香的排骨也是原生台的豬肉 我們的雞排骨采過後 先去采用泡水清洗 先初步取出血水的步驟 然後加入河水 減乾淨血沫 清除去血水 減少腥味 然後再一次經過清洗以後 進入凳果針水 所以說我們這個凳屏東 非常是注重養生 織布這一塊 加入了適量的肉菜 比如說陳皮 在這個陳皮勾結 陳皮在燉湯中是必不可少的 能夠增香 也有一定的織布作用 激松農菌 菌骨類 二字 勾結增加這個食材的多樣性 湯品會有玫瑰定期更換 光缺大量的食材 調味方法 是會有廣大客人的愛好 我們在這個蒸湯的過程中 是使用這個農夫三泉水 水質的好壞是決定了湯品成本 因為使用三泉水 會使湯的成品 口感跟鞋的肉損 然後以魚口子覆蓋於面上 保證汽水不會滲入 也會鎖住原材料的香味 經過上籠 整至四個小時以上才會出籠 試吃湯品成腹部色 香味濃郁 口感柔筍 香籠 從前人喝湯是比較中油的 因為它感覺湯品的成型 更加香濃 更容易引人引起湯 更能夠帶到分離可樂 我們這款非常接近一切 也非常受到光大四個系列 三千歲等突擊湯就製作完成了